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我是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我們來到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 我和Jacky在這一天兩年 幫很多香港人在這裡租屋 因為很多香港人拿了個學生証 很多時候都會在Centennial College讀書 Centennial來Scarborough Town Centre是十分之近 Scarborough Town Centre這個位置是很好的 它有一個很大型的房間 亦有Walmart 不同的食股 還有這裡有地鐵站 你有地鐵站坐到去下延都可以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選擇在這裡租屋 上學十分之近的 開車十分鐘之內會到 坐巴士要大約15-20分鐘左右 這張圖你就應該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 Scarborough Town Centre附近有大約22個康道建築 我們今天是12月16日2022年 我現在先給大家看看在過去一個月 在Scarborough Town Centre附近的租金究竟是多少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Scarborough Town Centre是2100元 一房至1加1的話 你就月是2200元至2750元 兩房一次2300至2700元 兩房兩次2600元至3200元 三房兩次就是3400元 這個只不過是作為參考的 因為多人多的租金隔幾個月就會有一個變化的了 我們這一個影片今次就想給你可能快要來多倫多的你 或者可能你現在看你的朋友快要來多倫多 可能這一個影片是會幫助到他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發現我們的客人一到補光市 第一件事是檢查了一個康道 接著會做些什麼呢 就會去Scarborough Town Centre那裡 買電話卡或者買一些日用品 所以我們也會帶大家去Scarborough Town Centre 究竟裡面有些什麼 還有我們會去搭巴士的 也會告訴大家 在這個區 你搭哪一個巴士就可以上學了 Anyway Let's go 我們今天上學了 這裡是不僅有一個大型商場 它也有YMCA Library 政府大樓 還有有三個公園 環境都相當不錯 還有很多康道建築下面是有食肆 Dr. Office Bubble Tea 其他銀行等等 所以在這裡居住是十分之方便的 大家記得這個藍色架了 為什麼? 因為它前面這裡就是Scarborough Centre的 一個巴士站和地鐵站 然後經過那個門 就已經是Scarborough Town Centre 一個大型的購物 不如我們現在先去出電話卡吧 電話卡很重要的 4號門就是我們剛剛站的位置 STC一共有兩層 而電話店全部都是LOWER LEVEL 我們就要去中間這裡是有一個扶手電梯 下去LOWER LEVEL 落到LOWER LEVEL 然後就向左走 去到房子再轉右 這個地區就全部都是電送公司的店 在這一個座位 這裡就是中間扶手電梯的位置 這裡是有一個open space 五套之一 這裡也會有五套的裝飾品 我們現在就來聖誕了 你看看 這個Christmas decoration 多漂亮 而且是可以跟聖誕老人去拍照的 但要拍照的話 那就記得一定要先上網預約 大家認住這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popcorn 它的泡菇真的很好吃 那是有很多味道的 很多味給你選擇 我最喜歡是caramel或茄汁 茄汁味的泡菇是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有電信公司 前面就會有 Hudo Hudo Fidal Rogers 其實有很多選擇 但如果你想有一個好一點的 reception 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選用 以我的經驗 我會覺得 Rogers Bell Palace 是好一點的 因為其他地方是紙公司 因為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較北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電信公司 你真的沒有信號 對 它的Coverage 不夠廣闊 我是做地產的 有時候我會去到北邊 大家看 我不可以是沒有信號 那就真的很麻煩 這陣子有很多電信公司 讓你去選擇 那你就可以看看 你會想用哪一間 每一間公司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配件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 經過這裡 那麼多電信公司的店 走多幾步 就已經是Walmart 看到藍色Logo STC 這個Walmart 是Super Center 即是它的面積會大很多 這個是佔兩層的Walmart 它的科源品種都會十分之多 那它這裡其實 應有盡有你 要什麼 我相信你在這間Walmart 都可以找到 還有Super Center的好處就是 它會有更多的新鮮蔬菜 肉 水果 它給你去選擇 大家認住這間店的名字 就叫Shopper 你在多人多 你很多地方都會看到它 有些像香港的Watson市 但是它這邊更加普遍 因為你可以在裡面配藥 裡面也有很多日常用品 或者零食 或者小部分的清洗衣服 你也可以在這裡買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過來呢 因為我們要買一張Presto Card Presto Card 你就可以坐地鐵 巴士 那我就在裡面買到這張Presto Card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去坐地鐵 或者巴士 Presto Card 就類似在香港的巴達通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由機制進去 那你就可以轉搭去 Go Bus 地鐵 或者是普通的TTC巴士 在多倫多這邊呢 可以上去TTC.ca 那這一個呢 是多倫多運輸公司的網站 你可以在那個網站那裡搜索到 有什麼巴士和它的時間表 那在Scarpour Center這一個呢 就有三個巴士可以到Centennial 那就是913 134 和Gold Transit 41 那就大概是12至19分鐘 就已經由A點Scarpour Center 去到B點Centennial College 那我後面這裏呢 就是Centennial College的巴士總站 那一下巴士呢 你走五分鐘 Depending你的建築在哪裏 那這裏呢 就已經是Centennial College 那我就希望這個影片呢 可以幫助到大家 如果你在Scarpour Town Center那裏 租地方或者買地方都好 你一到步 你就可以在Scarpour Town Center 買電話卡 買一些日常用品 亦都可以吃一個午餐 那如果要上學的話呢 在那邊呢 你搭大約15至20分鐘的巴士 就已經可以來到Centennial College 那如果這個影片呢 是幫助到你 或者可能會幫助到你的朋友呢 那也都記得去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chi